大家好 今天是3月27號週六 帶大家更新一下我最近在花園做的一些事情 我一直在嘗試做Mosmerry 但是實在是不好種 它又不能太少水 又不能太多水 這個成功率很低 這裡是兩種種子 黃瓜跟米龍 還在四種當中 這是大蔥 蔥 種薑黃在這邊 但還沒有發出這個葉子 最後這一個 這個是薑黃 這裡是蔥跟地怪葉 但地怪葉被乙瓜拿 還有這個螞蟻吃的很厲害 這裡是南瓜跟空心菜 你看南瓜有一顆長得還蠻大的 其實就這麼一顆這麼大 另外一顆小小 好幾個都沒有長成 事實上我的這個成功率也不高 事實上南瓜不是我特意種的 是要自己亂長 那我就把它留下來 好 這裡是香菜 那上面南瓜到處來長 香菜很不錯 這是另外一顆南瓜 長得這麼這麼大 這個是那個家裡 跟蔥 蔥的好細 因為有一次從種子開始種 這一桶是那個薑 長得不太好 這個薑要長很久 這也是蔥 後面 這個是那個番茄 我看是不行的 可能要把它 拔掉重新種 現在在後面看一下 種什麼東西 這個是家裡 我把它吃到一個 裝到地上 這樣長得不太理想 這是我做堆肥的地方 有 用餐 那個廚餘跟樹葉 把它打細之後 把這邊這幾個桶子 是那個蝦殼 做的那個有機的液態肥 那些桶子是 朋友送給我的 食用油的桶子 還要種東西 應該是挺好用的 不過要洗一洗 這邊種的是蘆蕙 喔 種的不太好 種到屋簷下 不要兜水 因為蘆蕙殼 太多的水 有的還是長得不好 有的長得不好 然後這一顆是那個 喔 木瓜 我家的木瓜都不長火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自己長 就從這邊 因為我做堆肥 所以有很多是自個長 你看這邊蘆蕙 就長得OK 這一邊也是 啊 這一顆木瓜 有一個是自個長 從堆肥裡面自個長 這個是 金菊吧 人家送 後面那個是 檸檬 這顆牛肉果 不長果 但是有很多鳥巢 那個哈密波來這邊 結巢 這邊是我做堆肥的地方 我把這個 所有的落葉啊 各的草 都堆在這裡 這顆檸檬呢 都被那個 螞蟻啊 樹葉 可能差不多了 沒辦法 這邊螞蟻真的很多 看一下 這個 螞蟻 這邊兩顆是 好像是 潘石柳啊 不知道是哪裡的種 是台灣的種 還是這個 巴拿馬 我現在搞不清楚 這是另外一顆 牛油果 剛這個Ears 也是被 螞蟻 我要轉螞蟻 螞蟻 放那個 放熱水 或是這個 Borlux 希望他們把他們堵死 這是我堆肥的地方 OK 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牛油果上面的這個鳥巢 這邊 有一隻已經快要長大了 OK 好像三個禮拜有了 看一下 看一下 在那邊 OK 好 來 睡覺 這可能在一個禮拜 他就 這個毛在長 除了顏色之外 就飛走了 他大概 原本是兩隻 他也是死掉 你看這個南瓜 比我手掌還大 爽啊 希望可以吃得到 不會被捏給給偷吃了 OK 掰掰 掰掰